抛弃现代化的生活环境 深入森林 长居山间 为了追寻台湾美丽的宝藏 新月黑熊 她就是原住民口中的熊妈妈 黄美秀老师 会想做黑熊主要应该是 跟我博士论文有关 机缘就是指导教授 认为亚洲地区的黑熊研究很少 所以理所当然 对于评为绝种的台湾黑熊 应该是列入优先考量的次序 后续就因为长期做研究 做出了一些心得 也有很大的感触 所以到现在都十年了 还是继续做黑熊 瀕临绝种的新月黑熊 近年来被票选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明星野生动物 人们重新认识它们 开始重视着台湾原生的野性美丽 既然研究熊其实就要不入虎山 焉得虎子 你就要到有熊的地方 所以通常我们就要背重装 然后走很多天的路 有时候到研究药区 甚至光走路就要走三天到四天 之所以会坚持 多多少少是有几分不服输的精神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某种程度就是 我就不相信台湾黑熊会灭种 有一个物种可能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而走向灭亡之路 而我们可以有所行动去改善现况 我觉得这才不是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